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步 先将环后下腌黏膜段缘与气管环状软骨 上口的后臂 后三分之一侧臂段缘缘缘合 第二步 将两侧胸骨舌骨肌的舌端与气管上口后臂正中处缘合 胸骨舌骨肌外侧缘与气管上口外侧缘缘合 内侧缘形成尖在后底边在前的三角形新深门 或者可以缩短前方双侧胸骨肌的距离 使深门保持适中大小避免术后腔壳的发生 第三步 为防止疏后粘连的发生 护士需要配合医生经鼻流至一根刀尿管16F 插入烟枪 禁止注入水或气体 以免破坏新深门的大小和稳定性 第四步 将气管环状软骨与舌根吻合 第四步 将气管环状软骨与舌根吻合